三位联合国的人道救援组织的人员 在下午南下到小邻村来实际了解状况 而知名呢也到了现场 把当时全村遭到掩埋的状况 告诉了这些专业人员 只看到他们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相当吃惊 穿着联合国人道救援组织背心的三位专业人员 在国际红十字会人员陪同下 来到被土石覆盖的小邻村外围 他现在快五点多的时候 我下来要输山人 语言上虽然不通 但是联合国人员显然被眼前土石崩塌 灭村的景象给正念住 两眼直盯着灾民面露不可思议 那一山我刚刚放一枕头去里 那一山就是从上面蹦一下 全部都在河的中间那里去 你能够赢得到你 没问题 三位联合国人员甚至走到河床相互讨论 其实这三位人员早就了解小邻村在八八风灾时的遭遇 但还是到现场实地了解一番才有深刻的印象 而小邻村目前已经决定千村到附近的五里浦 现政府已经向五里浦的地主发出准备协议征收购地的公文 而虽然预备千村的五里浦有多达一二十位的地主 不过地方人士认为只要政府依地价征收 这些地主们应该没有其他意见 中间新闻的黄阳民孙影与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高雄 谢谢观看